你好,欢迎来到西方史纲五十讲 奥古斯丁来给你讲这段故事 我在罗马如何亡于满足那一讲 已经跟你简单提过奥古斯丁的看法了 不过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值得细说一下 有三个问题很重要 第一,有信仰为什么还需要神学 第二,奥古斯丁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让他拥有基督教首席神学家的地位 第三,他对罗马帝国灭黄的看法 怎么样重塑了西方 引领着中世纪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 我先跟你简单说说 到底什么是神学 关键问题是有了信仰 为什么还需要神学 神学这个东西严格来说 我们中国没有 上一讲我已经跟你分析过了 宗教不是黑暗和愚昧 恰恰相反 它是光明和智慧 神学就是对宗教智慧的论证 就是对光明的理性产发 西方的博士学位 从中世纪开始设立 当时只有四种 神学博士 哲学博士 法学博士 医学博士 神学博士是最难念的 即便现在拿下神学博士 至少也要学八年 不包括之前的本科和硕士 你要先记住这么一点 神学是捍卫信仰之必须 耶稣和保罗不是讲了很多道理了吗 还不够吗 不够 耶稣在世 听耶稣的 耶稣离世 听使徒的 听保罗的 那要是保罗和使徒们都离世了呢 你会说听圣经的 这还不够吗 不够 因为耶稣 使徒 保罗 有很多话说的不明确 或者说太深奥 一般人呢 想不透 当信徒们对教义产生了分歧 又没有权威做出裁决 那宗教就散掉了 所以啊 神学就是要保证 宗教的道理 是成体系的 凭借知识体系的力量 来保证 即便没有人的权威在 道理仍然是明确的 这是宗教 必须要发展出神学的 内在原因 还有外在原因 基督教 要和帝国 进入其他的宗教 哲学 展开竞争 你说不过人家 你的粉丝就被人家带跑了 在竞争的过程中 基督教最重要的对手 其实是希腊哲学 还有很多流派 罗拉图 亚里士多德 斯多格 伊比丘鲁 等等吧 他们对世界的大问题啊 都有很深的看法 如果基督教 说不过希腊哲学 别的不说 有知识 有文化的精英阶层 就不会相信你 你可能会说 那有什么关系 反正基督教是平民宗教 没有富人皈依 也没有关系啊 我要跟你说的 不是贫富的问题 而是高级人力资源的 流向问题 一个事业 无论什么性质的 高级人力资源 构成了它的核心 如果这种资源的厚度不够 事业是做不大 做不长的 中国历史上 你想想 刘邦身边有张良 李世明身边有房玄林 杜如慧 朱元璋身边有刘基 他们缠了大事 陈胜吴广身边有谁啊 李子晨身边有谁啊 洪秀全身边有谁啊 你看 他们很容易就败了 征服高级人力资源 让他们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个事业 事业就兴朗发达 反过来 事业就日薄西山 穷穷陌路 在罗马帝国时代 希腊哲学 不仅仅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对手 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话怎么说呢 他们之间相互争夺人才 争夺的方式 主要是互相辩驳 辩驳的过程里边相互学习 当然 基督教学习的更多 神学家们 从希腊哲学里边 学会了很多思路和方法 用来建筑神学的大厦 你大致可以把神学 看成用哲学的概念 逻辑 方法 来论证信仰 经过了三四百年的努力 在奥古斯丁手里 基督教神学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 历史上 把他们的神学 叫做教父学 下面我就带你看看 奥古斯丁的神学 到底讲了些什么 奥古斯丁本人啊 就是被基督教收编的高级人才 他精力充沛 智力非凡 年轻的时候 追求各种刺激 他还追随模拟教 学习过修辞术 占星术 没有什么人啊 能够让他在智力上服气 直到他遇到了 米兰大主教 安波罗斯 聪明孩子奥古斯丁啊 就是被堪称完人的 安波罗斯收服的 奥古斯丁在归于基督教之后啊 写出了很多解决 关键神学疑难的著作 正是在他手中 基督教神学 达到了稳定的形态 下面我就带你看看 他究竟解决了 什么样的重大疑难 神学比海参啊 我只能简单带你推演几步 推演的规则有两条 第一 起点是 上帝全知全能全善 第二 心得出的道理 不能违反已有的道理 好 我们现在开始 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直观的感受就是 有善有恶 那恶是从哪里来的呢 比如对摩尼教来说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摩尼教本身就主张 这个世界是由并列的 善神和恶神交战来推动的 恶就是来自恶神 那摩尼教对基督教提出的质疑就是 你们说上帝全知全能全善 那恶是他知道的吗 如果是 他就不是全善的 如果不是 那恶从哪里来呢 奥古斯丁 有力回击了 摩尼教 用光照论解释了 恶是怎么回事 他论证说 恶不是实体 不是有 而是虚空 是无 什么意思 恶是因为缺乏上帝之光 光没有照到的地方 就是黑暗嘛 黑暗不是有什么 恰好是什么也没有嘛 你看 这样思路一转 上帝的完美形象就保住了 第二个问题 马上就来了 那既然虚空了 黑暗了 饿了 上帝他老人家知道吗 如果不知道 他就不是全能 如果他知道 他老人家 为什么不来清除黑暗 让上帝之光 土照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就美好了吗 奥古斯丁啊 有力的阐述了一个理论 叫预定论 预先的预 决定的定 就是上帝把所有事情 预先决定好了 奥古斯丁用他解决了 上帝全知全能 和人类命运之间的问题 我说的这个预定论 你很可能就会想起 宿命论 不不不 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宿命论 是说你的命已经定了 奥古斯丁提出的预定论是说 所有事情 上帝都安排好了 不过 只有他老人家知道 凡人 谁也不知道 不要说世界的走向 就连你自己的命 你也不知道 所以 不要去猜上帝的心思 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坏事 恶事的出现 是为了刺激 和成全好事 善事 上帝 在下一盘很大的奇异 他有谱 而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呢 你只能按照他给你的命令 去爱 去好好生活 有了预定论 复杂世界里这个相反相成的奥妙 就全都收到上帝的口袋里了 但是呢 又会引出一个大麻烦 如果上帝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们人能干什么呢 我们岂不是都是上帝的提现木偶吗 到这里 你已经感受到神学的压力了吧 想出一个办法 解决了旧问题 马上就会跑出一堆新问题 是的 继续解决问题 而且不能违反上帝完美 不能违反光照论 预定论 这些已经证明的道理 这就有了奥古斯丁的第三大贡献 自由意志论 就是说 人 有 自由意志 而且是上帝给的 上帝安排好了一切 不过呢 他还是让你做出选择 从善 还是为恶 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 结果 是你自己负责 上帝当然知道 你会选择什么 但是他不会阻止你 就像他没有阻止 亚当夏娃去偷吃静果一样 但是到最后 他会给你一个结果 和你的选择相匹配 自由意志论 解决了道德 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 因为人拥有自由意志 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有了自由意志 无从选择 自然也就没有负责的问题 道德也就消失了 好了 神学比海深 我只能就此打住 刚才我们讲了 奥古斯丁的上帝论 光照论 预定论 自由意志论 此外呢 还有解决耶稣地位的 三位一体论 解决人的根本定位的 原罪论 解决教会地位的方舟论 方舟论 我在下面跟你讲 现在你大概知道 奥古斯丁的重要性了 有了他的这些论述 圣经里种种说法 就被理顺了 成了一个内在一致的体系 神学的力量就出现了 信仰就得到了知识的捍卫 不过呢 我们这门课 还得关注奥古斯丁的 另外一个重大贡献 就是他确立了 世俗政权和基督教 之间的基本关系 也就是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 罗马城被毁了 基督教怎么看 奥古斯丁就这个问题 提出了双诚论 他用这个理论 解决了基督教 如何看待世俗政权 这个大问题 什么是双诚论呢 回想一下 我在前面跟你提到的故事 罗马城被蛮族洗劫 不信基督教的人说 看吧 罗马背弃了传统的诸神 遭天谴了 信基督教的人问 基督教不是已经成了 罗马的国教了吗 罗马不就是上帝之城吗 怎么还会遭此大劫呢 奥古斯丁回答说 罗马不是上帝之城 真正的上帝之城 是基督徒的团契 也就是基督徒组成的集体 而不是任何世俗权威 罗马就像所有的世俗政权一样 是俗人之城 地上之城 是爱自己的人们组成的 他就是黑暗和邪恶 所以毁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 就是奥古斯丁的双诚 显然啊 奥古斯丁对世俗政治 是疏远的 他教大家 不要开尔世俗政权这个东西 他心不足喜 亡不足悲 奥古斯丁在罗马即将灭亡的时候 告诉西方人 世俗政治和精神生活是两回事 前者不重要 后者才重要 从奥古斯丁开始 西方文明和所有文明都不一样 被一批两半 一边是世俗的 一边是精神的 尽管在现代社会里边 宗教和教会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但是他们的影响渗透在西方文明的基因当中 而且双尘计还会以新的形式复活 这种复杂的变化 我在下一个单元讲现代西方文明的时候 再跟你细说 好 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 神学是捍卫信仰之必须 奥古斯丁呢 把基督教一路走来的知识成果啊 定型成了体系化的神学 在这幅基督教的图景当中 世界的发展就是一部双尘计 就是二元的 下一讲 我就带你去看看 中世纪前期的教会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他如何在这黑暗的五百年当中 充当了西方文明的擎天柱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咱们下一讲